这越是苏联人越骂得胸 知道吧 这样后面他肯定留三年 说电臂好像是没得胸 这是骂什么 这是我们这条杆知道吧 对的 他们不懂话 我现在在南京的文昌巷 这边有个南京非常有名的汉堡皇后 据说老板非常的有个性 而且做的鸡蛋汉堡非常好吃 现在我打算去试一下 就吃这里了 过去看一下 这一条吃 这一条吃 十二块钱的鸡 对 给我五个不辣 稍微拖点钱就捐给旅游吃 还不然出去玩了 就去玩了 你玩了怎么回事 你妈玩了七十一泡 想玩一玩不多 想吃一吃不多 再吃一碗 微辣女是吧 微辣可以 那个美女呢 微辣能不能吃 我真辣可以吗 纵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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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叫纵吗 这个叫纵辣 你都给五个鸡蛋汤 你都给五个鸡蛋汤 三种啊 你要吃一个 吃一个 吃一个有两个鸡蛋汤 三个鸡蛋汤 要到九个鸡蛋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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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次的路线都不一样吗 对 不一样 肯定不一样嘛 网上都说你很消极 我感觉还好啊 是吧 什么是中啊 这南京人讲话的方式 是吗 南京人讲话的方式 南京人讲话的方式 要懂吗 你的文化 都不懂 我不想放人 我们人吃不要嘛 我们就去 可是累了 没有了 那一般到几点 一般到七点钟左右 七点钟左右 七点钟左右 谢谢 好 拜拜 买完了啊 现在赶紧趁热热来试一下 现在赶紧趁热热来试一下 一层面糊 然后一层肉馅 一个鸡蛋 里面就加了一些辣椒面 然后芝麻还有芝兰 嗯 嗯 嗯 单层的面糊啊 它并不是两层的面糊 只有底下这边有 然后面糊这边是脆脆的 我买了两个啊 小小一个十二块钱 今天去的时候人道不是很多 但是前面有个大姐 他一下子买了二十个 所以还是在那等了一会儿 排了大概半个小时吧 整个吃下去 其实就是一个很重的 指南味道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微微的辣 对 加了一点辣椒面 刚刚走过来的时候 我看到路边还有卖那个八块钱一个了 十二块钱这小小一个 感觉真的稍微有一丁点贵啊 大口的 两三口就可以吃完一个 然后之前在网上看 就是很多人都说这个大姐就是 比较比较凶 但今天过来其实感觉还好 就是 那个大姐确实说话比较直爽 然后 带着一点那种豪恨 对 有那种豪气在身上 对 但其实他很热情啊 就是我在那等的时候 看到他和很多顾客 都在那聊得非常的开心 就是非常的健谈 能和大家就是聊到一块去 对 侃侃而谈啊 整个汉堡 就是这种鸡蛋汉堡 其实我吃过很多啊 这味道其实算还不错 对 但是也并不是属于说 特别惊艳的那种 对 还不错 有没有吃过的小伙伴 你觉得怎样 对 对 对